颜色缤纷的便当盒很吸睛 盖上盖子才发现 原来挂的是法国名牌铸铁锅品牌 同系列还有筷子兜子等餐具 便利商店联手名牌锅集点反应热烈 超市更是直接找德国名牌锅具 合作集点加价购活动 不少民众疯狂收集 所以原本预估四个月换购两万个 最后竟然换了24万个 等于品牌全球一年的总销量 再看看量饭店 集点换名牌铸铁锅 预估换20万件 结果实际上换购高达70万件 我觉得有品牌就会比较有保障 那品质有保障 那我们当然使用的时候比较安心 比较平价 所以比较容易可以挤到 专家分析 就是因为有种以小博大的成就感 再加上食安风暴之后 爱下厨的人变多了 因此名牌锅具的吸引力大幅提升 是名牌来讲的话 对消费课程的诱因 会无限的一种拉高 虚动力会有明显的一种 加成的一种效果 通路几点换赠品 从过去公载商品 到现在名牌锅具 越玩品牌越高档 价格也跟着翻高 只是活动太夯 商品得等上好几个月才能入手 也不免让活动打了折扣 接下来华少平 张红 台报导 12月28日起 中天综合台 黄金九点 让爱飞扬 这段的物航 如果从这儿